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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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谷风凳 富贵吉祥 多子多孙 吉祥如意 代管家 少爷到底找到了没有 哎呦 我的老祖宗 你说这家长马上就要到门口了 少爷到底去哪儿了呢 真想就这么一直待下去 你快回去吧 你怎么了 方家今天要送嫁者 你还要迎娶红装吗 我跟你说过 这么婚事我不同意 同不同意由不得你啊 我今天约你来 就是想跟你见最后一面 以后我们一刀两端 老死不想往来 玉芳 我是不会撑进的 你相信我 你是郑家的大少爷 你就应该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小姐 我只是一个吓人的你 我们两家门户当户不对的 我根本就配不上你 你能像方才你一样爱我 我已经很知足了 你要真有心 我们下辈子再见吧 玉芳 你真的想跟我在一起吗 想有什么用 那你敢不敢跟我一起逃走 逃走 对 今天夜里我们就走 资本是违反郑家家规的 你会被赶出资堂 哪怕什么呀 当年郑家祖先 不也是为了躲避战乱 从河南逃到这谢普镇 泽阳而居 另立宗祠 不是一样靠经商从事 成了宁波邦的开源一脉吗 就连上海滩 也有咱宁波邦三分天下 我身为郑家人 难道连这件出息都没有吗 你是怕我养活不了你啊 我会刺绣 谁用你养活啊 那好啊 你刺绣 我开店 咱们夫妻二人 双双闯到十里洋场 一定能闯出一番事业来 等我们发了大财 衣锦还乡 到那个时候 我就不相信 他们还敢不认你 做郑家的儿媳妇 人家都说 夫妻恩爱 跑饭也应该 这么说 这么说 你答应了 那我们现在就走 你怎么说风就是雨啊 现在咱们走 又没有船 也好 我也先回家 拿些本钱 这样 今天晚上 我们先在这碰面 然后 再一起去码头坐船 远走口飞 词堂里找过没有啊 找了 别说是男词了 连女词 我都进去看了一遍 其他地方呢 别找了 那机头 后心房 还有典当铺 邮局 酒房 该去的地方 我都去过了 就是不见少爷的影子啊 这可怎么办呢 这不还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真是的 还能出什么事 出了添乱 你往远处找找 也许在谢部镇上呢 只要见到人 帮也给我帮我来 哎哎哎 家里忙得团团转 他倒好 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一天都没露面 都是你一位教官他 让他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你还说我呢 他就是跟你学的 你整天跟那些人在一起 讲什么自由平等 家里什么事都不管 就想着造反 住口 国家大使 你懂什么 我只知道 渤海现在不见了 一会儿方家到了家门口 没有媚婿赢嫁资 我看你怎么说得过去 早知道渤海这样 我真不该答应这门亲事 方会长来了 咱请通报 国术方博生求见 腾德房郑毛义郑大人 我家老爷太太 正在屋里候着呢 请 亲戚 王会长远道而来 真是辛苦了 郑大人 夫人 小枝失礼了 后天就是令郎与舍妹的良辰吉日 所以小枝特意提前一天赶来 为舍妹送来十里红装 王会长真是太客气了 来 立刻请 夫人 一点心意 请夫人开封宴假 好 管家 铃香唱架 是 台价资 红木并地生怜 匾额一句 红木千宫河床一句 朱金大柜一句 八仙过海遮台一句 袖铭队镇镇镇镇镇镇雕花瓶一对 袖铁镇镇镇镇雕花瓶一对 封宴 上马 追 上船 快 快 干什么 干什么 追 快点 大红墓 大红墓 稳定一点啊 君子男女性官义军 部长 你连这个都送来了 棺材棺材 升官发财 请夫人和大人不必介意 安会长 怕她在我们郑家受委屈啊 我和我妹妹自幼丧妇 母亲把我们俩一手拉扯大 只可惜等我兄妹二人长大成人 母亲却因积劳成绩 过早离世 母亲临终之前再三嘱咐在下 一定要安排好妹妹的生前生后之事 如今舍妹能够恒德房的郑公子喜结莲礼 这是我妹妹的福分 在下也算对得起父母亲的在天之灵了 夫人 你真不愧是致命商会的会长 不惜重金用心加位 小子知情可泣 兄妹知情可解纳 郑大人过奖吧 樊会长 你放心 我们郑家不会亏他而习的 夫人 妹婿在家吗 我想和她说上几句 柏海今天一早到宁波府去了 说是想亲自给媳妇买点婚礼上用的东西 不知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哦 是这样啊 按理说今天这个场合他不该不在 是我教子无放 惭愧 惭愧 郑大人 不必自责 媚婿是我们宁波府的头甲进士 想必李树是应该懂的 只是我听说最近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 与朝廷为敌 在江浙一带活动频繁 因此宁波府经常戒严 我想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媚婿耽误了 那继续吧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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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你往这边找 是 一定要找到啊 好 你去那边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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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啊 哎呦 你 你是什么人你是 大叔 你是恒德房的人吗 是啊 我有急事 那你认不认识郑茂义先生 那是我们家老爷 我是管家 你真是恒德房的管家 是啊 真是苍天有眼 可算让我找到了 大叔 赶快把这封信交给郑茂义先生 大叔 你先躲一躲 我把他们引开 那你这怎么办 事关重大 拜托了 快点 快追 快 都跟上 停 抓伙子 那这小心点 放这边 放这边 这边 帮我问一下 帮妈 哎 坐床撒帐的花生帘子 都准备好了吗 您就放心吧 新娘坐床 五穀一撒 保您来年报个大胖 孙子 妈 我回来了 哎呦 我的小祖宗 你这是跑哪儿去了 都急死人了 跑哪儿去了 没跑哪儿啊 娃娃呢 老子都被你给记坏了 你就等着挨骂吧 回来就好 太太 回来就好 太太 太太 老爷呢 哎 你急什么呀你 少爷都回来了 少爷回来了 这就好了 这就好了 太太 我找老爷有急事啊 什么事啊 哎呀 你就别问了 老爷在哪儿呢 你快告诉我 去送方先生上船了 哦 那我去找他 哎 老爷 沈忠 老爷 你找干嘛 方会长送走了 送走了 又怎么了 光也出事了 哦 少爷他回来了 看我回去怎么收拾的 今天在方家面前 太没面子了 人家方先生上船还说 大婚那天 工资可别不带来 你看这话说的 老爷 我刚才 帮见一个怪人 来 咱这边说 他一定 让我给您带封信 看来事关重大呀 信呢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叔 宁波风气之开 在各省之先 将来整顿有方 自可谓各省之魔法 以地位 人才 均具有此相资格也 然欲求自治之有效 第一 在振卿实业 第二 在讲求水利 第三 在整顿市政 先生还好吧 一切都好 几日的时间 就筹资了数千元 南洋的那些华侨 包括北美的 香港的有识之士 也都集资上千元 看来万事俱备 只带启事了 我带你去见先生 不要打扰先生 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 我有要件事找你 借一步说话 好 先生赴宁波 联络筹资启事 行踪以为 清廷茶西 违派英权 欲行自治 诉后先生出扬 以策革命之万全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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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查到这儿来吧 心上没提到正下 朝廷英权 即使一路追来 就是到了正式市集房 料也不敢轻易造次 阿淑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为了安全起见 先生应该马上离开雪岛 你把先生领导我那儿委屈一下 我再给你写一张 石器房的帖子 到宁波联系外国商船 加买卖之名 送先生出洋逼黄 明白 盗台大人 我们是奉皇上的职 捉拿革命党的匪首 我怀疑 他就藏在正式石器房内 还请盗台大人 马上派人协助搜查 我这就去安排属下 立刻去封锁 石器房周边的道路和码头 阿嬷 我根本就不想娶她 你非强迫我干什么 可这婚姻大事 可不能由着你的性子来 现在三叉六礼都送过了 这十里红妆 都已经送进了家门 你要是退婚 我们家的脸往哪放啊 本来我就不答应这么亲事 是你非要给我娶这么个媳妇 自顾谁家不是这么娶媳妇的 你说这么好的姑娘 你为什么不要啊 我问你 你到底中了什么血呢 跟你也说不通 反正我不赢钱 你敢 刚刚把新房布置好 一大早啊 还要布置酒席 有的忙喽 阿妈 你别太累了 你可不知道 他们家今天乱成的一锅粥 少爷差点没回来 那少爷现在回去了吗 刚回来 这少爷也不知道怎么了 这么好的一桩婚事 还老不情愿的 阿妈 你以后自己多注意身体 万一我不在你身边 也没给人照顾你 多让人谦心呢 瞧你这话说的 就跟你明天就要出嫁似的 阿妈 天冷了 我给你织了条围巾 你记得戴啊 还是妈的乖妞妞 知道疼吗 你还爸呢 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 各位老大慢动手 江湖兄弟是一家呀 你们还不认识我吧 我是寻补房的补头 我叫蓝妈皮 蓝虎头 赌债也是债 今天你怎么也逃不过去 那快些我几天吧 我一定会还的 前前后后 连本带利一共是一百两 你怎么还 我有房子 我有房子呀 屁 你那破房子 还是人家正贸易的家产 我有女儿 我有女儿啊 兰不得 那也不是你亲闺女 你做得了主吗 我怎么做不了主啊 她吃我喝我 她当然听我的了 我那个闺女啊 还是个黄瓜闺女呢 我都没舍得碰啊 怎么也值个六七十两银子吧 呸 呸 狂什么狂 等老子发气了 让你们都来 舔老子的鞋底 老子都不欢喜啊 来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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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找着你了 大半夜的 含魂的 你来得正好 借老子点银子 我要把赌本 以后回来 你别翻本了 到台老爷有差啊 太太 太太 老爷回来了 我找我阿爸去 老爷 还带了朋友来 你和阿爸这几天 谁真迷迷干什么呢 你别管你阿爸的事 你把我刚才说的话 好好想清楚 行行行 我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咱们 你拿就齐了 真是的 人党 鬼窗门 我说梁普桃 道台到底要我们抓的什么人 革命党 革命党 那时期不利 革命党 有没有革命党啊 我不知道 可时期房里边 有的是白花花的银子 这个呀 我是知道的 普桃啊 你脑子真灵光 我说你等亲自来赌 正猫一的家门呢 敲他的竹杠最划算 有走没走啊 打三杆子 是 你们把眼睛啊 都得给我睁大了 就是飞出个苍蝇来 也要当革命党 神圣 南木头 你快看 他才知道 都没有 这些是 你的 今天 怎么会 这也没 是 才有 那么 这 这是 这 小 岳芳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怎么会呢 咱们走 站住 站住 阿爹 是你们俩 你们上哪儿去 岳芳 别理他 我们走 班长 你们给我搜 我们又没办法 凭什么搜我们 我现在怀疑你 给革命党通通报信 你干什么呀 你们要私奔的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真不要脸 把这个拐子绑了 是 阿爹你别绑他 不要脸的东西 你闭嘴 要不你先绑我 这是我的主意 不关他的事 我愿意的 别妨 你躲开 看我回去怎么拾了你 蓝伯托 恒德范少爷和你闺女 是闹大的不好吧 是啊 蓝伯托 老爷让我们抓的是革命党 把他抓过去 点不了差呀 谁说拿他定差了 他郑家少爷 也不能拐待我女儿私奔的 我要让他正式实习房 给我个交代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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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老爷 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 少爷跟岳方私奔 让蓝马皮给抓回来了 太太 太太 少爷现在人在哪 让绑到词堂去了 正闹着呢 各位相信 郑默海 勾引梁家妇女 你们要给我做主啊 不可能 方家昨天才给恒德房 送完嫁妆 对不对 今天布置新房 明天就要迎亲了 怎么可能 勾引你们家 多年 我亲手抓住的 这还都要假呀 马皮啊 你留点口的帮忙忙好不好啊 你看看郑家大少爷 郑家怎么可能这样做人呢 就是 对啊 对啊 就是啊 对 郑家就有这样的人呐 我就是人正啊 不可能 你虽然 不是岳方的亲生父亲 但是你这样 心口开阁 污蔑人的名声显然不好的呀 有什么不好啊 我不跟你们讲了 我找郑默海 不能乱说我 走 你别走 你别走 我们一起进去 好 进去 进去 要不让我进去 慢点 里面里面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快点 你给我 来来来来 让开 来来来 来了 来了 蓝白皮 你在这胡闹什么 你怕我胡闹啊 那你别干这不干不净 丢人现眼的事啊 难不倒 有事说理 这里是正式赠词 你不要出言不讯 我是个粗人 没你那么大的学问气度 今天 当着政界祠堂的面 我问你 你日子郑伯海 糟蹋了我姑娘 这笔账怎么算呢 两马皮 你嘴巴可要放干净点 你怎么敢肯定 我们家少爷 就一定玷污了你们家女儿的名解 人是他政界少爷毁的 我家姑娘轻轻百倍的身子 要不是被你儿子糟蹋了 怎么能会心甘情愿的 跟他私奔的 如果真有此事 我拿家规罚的 不能凭你一面之词 你把他先放了 我来问问他 好啊 让他自己说吧 拿下来 伯海 你真的跟岳方干了苟且之事 回了他的名解吗 你说 昨天半夜 你们到江边干嘛去了 我想 带他套魂 你们听听 他招人了吧 你怎么哭了 这 少爷 怎么会吧 上都被死了 你 啊 请 在先生 就是这样 这是在干什么呢 这是中国婚礼的风俗 在中国家庭 每当有女儿出生的时候 父亲就会在地下 埋上一滩老酒 一年一滩 待到女儿出嫁之时 再从地下起初 在婚宴上 一共宾客享用 这也算是父亲 送给女儿的一份礼物 这酒一定喝哪喝 这点信做得真漂亮 常常无妨 贾先生 那些老酒是给客人喝的 但是这些 确实给新郎吃的 味道不是极酸 就是极辣 如果新郎 能够很坦然地吃进去 就表明他和新娘 有同甘共苦之心 有不离不弃之意 中国的婚礼真有意思 我已经头部之大地 想见一下新娘了 新娘啊 正在归房之中 形成年礼了 那些老酒的 梁的一心三公子 有的一些 不留相羞 内 一朵一世 是一的 拉 关 设置 该跌跌打车 音 一切敌轻 迷暮啦 hull 对眠 桑女 Masters 太关老 阿拉阿缣麻阿公 阿咒音乐 顾艺 好声乐 阿咒醒 Median 小姐 那就是郑海石机房 全省会讨第一名郑国海 石机房的郑家 人品顶好了 修桥不禄既得行胜 算不多少艺学费一桩 能叫进石机房啊 我真是软巴巴落到年堆堆 方断等的威儿香呢 你儿爸死了以后 又赶上墙里发大水 我带着你一路要饭 逃到了这石机房 要不是太太救济啊 我们母女俩 早就冻死在街上了 明天少爷就要成亲了 你还闹不正经 毁了自己的名声不说 白衣毁了少爷的婚事 咱们怎么对得起太太的 救命之恩呢 阿妈 阿妈 少爷是真心喜欢我的 喜欢你 凭什么呀 少爷亲口跟我说的 他不会娶方家小姐 先祖会公 既如血骨 不想俱赋 然信号施语 家无余子 凡有公事 无不勇于勇为 其爽名大义 名闻相礼 先祖得公 秉承复训 虽为将幼俱苦 然 家父不忘忧果 实质 窝寇入情 大肆劫略 宫 倾其所有 招募相拥 操练相团 祭窝寇于震海 报箱子以平安 秀得真好 你快给我 你快给我 不给 不给我 接着背 先祖 慧顺公一眼 欲做精英 美育的人品 定从烈火中断来 私立先天 接地的施工 需从薄冰上 滤过 太太 你家少爷 虽然没有 勾得成奸 可这私奔的事情 可是他亲口承认的 兰马屁 太太面前 你说话干净点 你滚开 蓝普通 你也是在衙门混的人 这种懵懂男女 私奔的案子 你不是不知道 真要较真深究 不光渤海一人 你们家岳方 也得二板子 这 我这不是没往衙门送吗 这不是 找你们来私了来了吗 按当今法律 爱没开审 就算是秀才 也不能受刑 我儿子怎么说 也是会师投名 你却把他五花大绑 尤皆势众 这事又怎么说呀 这 你当我们老爷 二品的资政大夫 这官府是假的吗 我可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这五十两银子 可是你们组长 赔给我姑娘的清白费 你把银子给我 咱们的事情 了了 银子我也不会给你 你想赖账啊 我就把它交给你老婆 给了你 你又得去赌 要不是你明天娶亲 祖长非打你一百零八板子 让你在祠堂跪一天不可 打你是让你长点记性 有些事咱是不能干的 你说我怎么就没看出来 你不越发有这一处呢 慢点 慢点 放开 放开 太太 我给少爷送点心来了 东海啊 不管怎么样 先吃点东西 你想把妈急死是不是 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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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不住您 太太 您有事收事 你说这是干什么呀 宝成啊 把王妈扶起来 王妈 来 王妈 月方怎么样了 少爷 你就听太太一句话 放了我们月方吧 不是我放过她 是你们放过我们俩 你闭嘴 挨打挨的还不够是不是 宝成 你看到少爷吃点东西 不许让他离开这个屋 是 您放心 王妈 你跟我来 我有事跟你说 是 少爷 你起来吃点东西 不吃 不怪我 下个书彦 怎么就没看出来 少爷和月方有这么一出 要是早知道 我一定替太太看好月方 不让他们有歪心眼 事都已经出了 你再哭也没用 我只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太太您说 你已经离家多年了 俗话讲落叶归根 我看 你也该回去看看 待会儿 你到代管家那儿 置三十点银子 回趟老家吧 太太 您这是要赶我们走啊 你也别怪我 我还和月方 情窦初开的年纪 什么都不管不顾的 我是怕以后 再闹出更大的乱子来 就更难收拾了 太太 您的意思我明白 我已经和麻痹商量好了 这个月初 就把月方嫁出去 以后 再不会到石器房来了 高高的马头脚 深深的寂寂和 梦梦西路 摘摘剑下 舍入的失败 沉入的失败 你死碎的忧伤 放纵着无数的故事 编绕了多少情感 人生闻欢 醉意将来 唯有爱能穿越时空 只肆无语执着坚强 追求的难以得到 拥有的不知珍藏 无数的真情 常被遗忘 追求的难以得到 拥有的不知珍藏 浮华的城市 令人迷茫 浮华的城市 令人迷茫 拨开心灵的密谱 在看见 生命的闪光